三国之十一的亲爱武将有几个功用 可以支援攻击也有特殊台词 如果能让亲爱武将一起出征 支援效果有如暴击 讲到亲爱武将 大家都有做自己的新武将吧 不瞒大家 我这个新武将的最新版本 已经在亲爱武将这篮加上阿瑞和柳玉了 感谢两位历史频道大哥的台爱 时不时在影片或直播中推荐这个奈米频道 英雄说书的阿瑞和说书人柳玉 两位都是YouTube说书界的优质历史频道 我自己就是他们的老观众了 影片内容不只考据用心 还会加入有趣的梗 实在是让人身心舒畅啊 这不是业配 但推荐给大家首刀订阅他们的频道 介绍完我亲爱的武将 轮到今天的主题 这些是这集虽然没上榜 但人气也不错的武将 他们都被五人喜欢着 九到十五名并列 都是被六人亲爱 这些人在职场混得都不错 有满满的爱 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愿意帮忙 让这些被大家喜爱的人一起出征 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第七第八名并列 曹子跟孟达 曹子很好理解 曾经是王位的强力候选人 有人喜欢他支持他很合理 做这集之前 我真的没有想到孟达可以上榜 也许这是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喜欢 去找你的Mr.Right 你突然好像变鸡汤频道 第五第六名并列 孙策曹爽 地下皇帝曹爽 有不少人爽爽跟着曹爽一起爽 曹爽上榜我也蛮意外 不过还是孟达上榜的Shark 至于东吾王者果然最热门 虽然鹰眼早逝 但换个角度想 鹰眼早逝反而夺过被演艺荼毒丑化 因为人生巅峰时刻 刘备还没到江东 只要跟刘备交手交流过 被黑化唇化是必经的过程 第四名曹操 一代霸主有很多人喜欢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没有任何人妻亲爱曹操 制作所实在是太过分了 天下可以没有 人妻必须要有 第三名关羽 靠着一堆不同时代的历史武将冲上第三 历史武将亲爱武将最热门的就是关羽了 他们不用认识就可以很麻吉 第二名格亮 我来测试一下 讲信诸葛明亮的格亮 有没有人在下面留言说我念错 第一名刘备 有演艺加持 果然是蜀汉霸榜前三名 走过大江南北的季汉一哥 有最多人喜欢他 似乎很合理 但也太多 高达14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腾一家 马腾马超马太马天马修马一怒 他们除了血缘关系还都互相亲爱 整个家族气氛之团结啊 有一个玩家对战局我玩马腾 真的是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 支援攻击直到手软 AKA围毫霸霸凌 一只帮帮个不停耶 除了这些人光环还偷藏一些奇怪亲密关系武将 不同时期甚至根本不同朝代的武将 都有可能是亲爱武将 赵云文阳互相喜欢 岳飞喜欢关羽江伟讨厌乔州 正成功喜欢周瑜